台中大甲妈祖绕境盛世 慈激志工是常年参与 而在活动当中来推广环保 以及资源分类 也是汉民众来呼吁卢塑的好处 昨天妈祖生日 大甲镇兰公就呼吁要摘戒三日 慈激志工也特别送来了 120个素食便当响应 大甲妈祖绕境回轮 慈激志工把握姻缘 设战宣导环保 协助垃圾分类 帮忙一次性餐具清洗回收 推速更是不遗余力 妈祖绕境盛世 刺激常年参与 肯定刺激付出 副董事长郑明昆 在农历3月23日 也就是妈祖诞辰这一天 呼吁会众摘戒三天 志工也特地结缘 120个色香味俱全的素便当 来让他们的工作人员 来品尝一下 吃素其实也非常的健康 然后也非常的可口美味 沿路回来看到很多的这些 信徒出宿的还是蛮多 现在的人出宿也是蛮健康 这也是一种的环保 这是非常的真好 妈祖诞辰在戒三日 是2020年由台北蒙甲龙山寺发起 妈祖他自然从小 他也就喜欢吃素食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配合 妈祖他的喜好 那我们用素食来 回向给我们的妈祖的话 我相信妈祖一定很开心 如柱灾界行动 各地庙里纷纷跟进 包括云林北港朝天宫 嘉义新港奉天宫等 不同地点却同样用虔诚的心 共同响应 大海新闻综合报道